冲上热搜不要成为除了工作没生活的人 刺痛了无数成年人 音音 近日 不要成为除了工作没有生活的人引发网友热议 刺痛了无数成年人 有网友发视频说 不要成为除了工作没有生活的人 生活需要工作 但生活不全是工作 明明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却因工作没了生活 那么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 是啊 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有网友说 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工作没了 生活就没了 生活是一世 工作总归是一时 也有网友说 这是我能决定的吗 我只能在缝隙里 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 在浪费时间的愧疚里 享受偷懒的放松 每天除了上班工作 评论区有一个高赞回答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晚才睡 只有晚上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 舍不得睡 这大概就是属于无数成年人的痛吧 连自己的时间都不属于自己 二 现在大部分人一天的常态 下班就睡觉 起床就上班 早已没有了生活 有很多的人 就算是给他们时间休息 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已经是那种除了工作 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人了 要么有休息时间就玩游戏 看小说或者是刷视频 三 想到之前的一个高赞视频 有网友问 年轻人该拼命赚钱 还是享受生活 有网友的一条评论让我破防了 三十多岁 刚买了一百八十大屏层 还没装修完 出兵那天懂了 描描宇宙 人类只是一过客 一尘埃 最后都是一堆土 评论区体现了两种人生 对于有的人来说 年纪轻轻就存款百万 没有目标很迷茫 对于有的人来说 活下去就好 活着成了他们的唯一奢望 有人抱怨工作太累 有人抱怨如果有一份工作就好了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却因为工作而失去生活 又该如何破局 除了工作 你自由时间都在做什么 我是9012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 评论区欢迎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见解